《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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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次云霖给了我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第一次成为那种特殊的活动的一个主导人 一个主办人 一个协作的一个角色 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体验 因为常常在讲我都是那个受益的人 那在这里的话我体会到了不同面向 一个活动需要所知道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 不是单纯只有玩乐以及最重要的那种 一天开始就全部东西都固制好 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做一个执行的这样一个动作 来为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一题 我很感谢我自己在这个 在准备的过程中也保持着笑容 我的笑容都让我自身充满了精力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被派局当假科医 也就是卧底 因为理由是我没有认识新生的 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把礼物发错了 第六组的脸色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然后在这次的活动中我学会了团队合作 要互相包容帮忙才能变成更好的自己 就这样 这次活动我们主要是负责摄影 就是希望可以帮他们记录他们整个活动的点滴 然后还有我这次也是书主 所以也了解到原来一个活动要办得好 是需要非常多人在旁边协助 像是我们书主需要帮忙 负责比如说做好名牌啊做好印好地图之类的 都要先做完 让整个活动才有办法顺利的进行下去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的数学营活动 因为我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这次担任的职务是拍摄 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整个拍摄的过程 因为一开始接下这个拍摄职务的时候 我很紧张 我以为自己做不到 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做过以后才发现其实没有很难我也做得到 就是会很有成就感 然后这次我学到的就是很多是 就是你还是要尝试一下才知道 就是这件事情有不容易 然后你就一张就发 一二三四五 慢点 好第六张 好第六张 来这张是不是刚刚拿到那张 来掌声鼓励 好这次担任是数学里面的课程助教 我在这次活动中 其实看见还蛮多东西 从他们大家很冷淡 到玩得起来 也懂得怎么从他们身上学到我应该拥有的事情 我希望在这次活动过后 他们可以更加的认同科资班这个事情 也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科资班的所有事物 我也希望我接下来能够继续 参加这种服务性质的课程 让自己看看开开眼界 了解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看过的东西 然后我在这个闯关活动过程中 我看到学弟们非常踊跃地回答问题 然后我觉得他们活泼 而且也蛮可爱的 我想感谢让我学习到这么多东西的老师和同学们 让我经过这个活动后 学到了如何带领其他人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让他们知道我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 我这次是担任课程助教 主要负责谜题的设计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设计谜题的时候 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有趣的跟数学相关的谜题 很多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要感谢老师办这个营会 让我们有这些机会可以学习 还有跟学弟妹有一些交流 我担任的是课程助教 我负责设计关卡 然后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我有一些没有想法 但是经过同学的建议之后 我也找到了方向 这两天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也收获很多 这两天我负责设计生活科技的关卡 虽然在设计的过程有很多困难 但是都一一学习 很感谢同学和老师的帮助 这两天的营队学习到很多 希望能再次参加类似的课程 我负责当小队俘 我是负责当小队俘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前置工作的时候 从文具王一次买了二十四复课牌回来 然后我学到的事情就是如何带学弟妹 然后让我更有经验 我担任的工作是小队俘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练习魔术的时候 因为很困难所以要练很多次 我的收获是学会如何去带学弟妹 我要感谢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那个 我变我失败很多次 然后我很感谢我另外一个小队俘 在我变失败的时候帮助我 我担任的工作是小队俘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和国一的学弟妹相处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 然后我还要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有参与课程 我还要特别注意我的另外一位partner 有没有和学弟妹玩得太开心 然后我要感谢的也是我另外一位队友 因为他是我们这组的气氛担当 我这次的工作是第六小队的小队俘 我要谢谢那些学弟学妹 然后能包容我 就算是那个魔术做错的时候能包容我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跟他们一起玩book牌的游戏 因为我们和他们互动良好 然后反而学弟学妹有比我们更好的策略 这次担任的工作是小队俘 我最感谢的人就是第五小队的所有人 就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这次收获就是下次的时候再积极一点 这次活动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秘书逃脱这个活动 其实谜题是课程助教所策划的 并不是小队俘所策划的 所以内容我们都不太知道 然后在跟科医的新生一起解谜的时候 还蛮好玩的 而且他们也很聪明 很轻松的解决很多蛮困难的谜题 我这次收获的应该是跟科医的关系 又比较亲近吧 我觉得他们不像我们之前 当我们还是科医新生的时候 那么的神殊 他们很快就跟大家比较亲近一点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相传还蛮开心的 然后我就要感谢所有的老师 还有我们科二的同学 还有科医的新生 他们都很配合 然后老师们和我们 就是这个活动都策划得很好 我有话要对科医说 科医很累 你们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